2003年的时候就赢得英国锦标赛的冠军头衔 但是近两年的状态出现了比较大的滑坡 现在比赛已经开始 本次斯诺克荣威大师赛 百事通推出了APPTV的斯诺克的专区 APPTV的用户可以直接用遥控器点击280 就可以进入我们的斯诺克专区 在那里您可以进入比赛的直播选手的介绍 比分的实况以及最后的冠军的有奖竞赛 同时APPTV还特意提供了本次赛事的四张球桌的四路分屏的信号 同时可以显示在您的一座电视机上面 也就是说可以分屏同时观看四场比赛 APPTV的用户还可以申请提供高清的信号 来享受这次荣威大师赛的全程的高清转播 而如果最后猜对冠军的用户呢 还可以有机会获得由荣威车谋 明星签名求干等组成的丰厚的奖品作为回报 好 现在马上先得到一个机会 也是佩里之前一次安全球母球成底并没有做到最好 这个球似乎走篮球这个力度是不是有点小啊 然后它的角度是向上 啊 选择了粉球 嗯 反球打掉以后看来这个点位不好放球 嗯 反球打掉以后看来这个点位不好放球 同时黑球这个点位也是因为边上有一个红球 所以只能把粉色球放在你粉球 这个球位下方最近的位置上 现在这堆球最 好在是黑球跟上这个红球是有办法打进 现在可以到这黑球来做文章 是否会选择冲球呢 还一个会冲一下 顶得非常的正 顶得也并不理前 嗯 此不这个母球没有加足够的旋转 并没有把这个球队给带开 而是直接一分身的放上去 是的 没有办法了 只能是选择帮手 毛主角 刚才这次创球 您觉得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出其他就是刚才像你说的 就是选择没有加 因为加点阻塞 嗯 这就会往后走一点 会可能位置好一点 可能 会上的薄一点 可能Stevens也是为了保险起见 想要直接用硬K的方式 刚开始 对 还没有用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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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可能是台泥上面有杂物吧 没有没有 他刚才打定格队发力的时候呢 哦 把他打掉了 对对对对 他们对那个桌子很讲究的 嗯 有点身体把它搞掉 经常会看到那个亨得利 沾点口水 把那个桌面上的小热垃圾攒掉 沛里这个这边一个中盖也没有打进 但是好的运气不错 我们看现在问题都跑到了佩里这 呃 斯蒂芬斯这一边 眼前的两个红球都对四分球给挡住 只能选择闯干 他会撑下来 哦 他拼了 拼了 嗯 但是那白小母亲还是控制好 回到黑球的后面 嗯 都会说 看 这边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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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像这种安全性的拉杆呢 就是用目标球呢 就是说去看好前面 就说好是撞一个球 他就不会 否则会弹回来 否则弹回来就不知道怎么样